大家好 我是冰暖冰暖的 我是傑丁 那今天呢 大家要看到我坐著 扎江手持兩把 非常帥氣的這個武器 沒有錯 聊聊企劃 因為畢竟其實喔 我個人是在蠻多話的 所以聊聊企劃最近 喔 流量好 大家要愛看 那我們就這個四四二尾 好拍 一直拍 那今天我們要跟各位聊什麼話題呢 也是上一支影片 我們從這個留言區精簡出來 我個人覺得非常有意思的話題 就是呢 關於這個 現在大部分的玩具店 都做這個 自製一番賞 我個人身為這個 有點像是玩具的 純愛派 我是怎麼想的 那至於為什麼這一支影片呢 我們要手持兩把武器呢 除了這個內容 可能 稍微有一點這個攻擊性之外 單純就是想炫耀 那現在還買得到嗎 買不到 不好意思 純粹想謝 對 好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直接切入今天的這個主題 關於這個自製一番賞的玩具店 也我個人的看法是怎麼樣 其實首先要談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必須要切割一下我個人的身份 如果長期在關注我們影片的觀眾就會知道 其實我的身份很特殊 就我們在拍攝的過程中 有時候 會有點像是我本身也是收藏家的這個角度 可是有時候 因為變成是比較商業的這種專業的這個店家的角度 所以今天呢 我們會把這兩個角色分開來看 因為對於這個市場情況呢 這兩個角色其實會有很懸殊的這個看法以及差異 那你比較想先聽哪一個呢 從這個 老闆的角度 沒有問題 這個老闆的角度 我們就是以這個獲利跟市場的發展性為主要的考量 作為出發點 首先呢我們如果以一個投資人的角度來看玩具這個產業的話 其實不論是像上一次我們陳述到這個萬代根據品牌經營的這個角度 還是整體玩具市場針對砍單議題的這種討論 其實呢我覺得某種程度而言 你看我們庫伯利克雄 庫伯利克雄以前算是潮玩的一線品牌嘛 就是它就是只要找隨便一個品牌fit它的價格什麼市場就很棒 那最近有沒有發現庫伯利克雄漸漸的開始流落到 流落到我會不會被砍 沒關係 我天力猛加這個寶克島 稍微會有一點這個攻擊性之外 流落到這個精品的直播裡面 那為什麼會進入到這個精品直播的這個二級市場 其實最大原因有兩個 第一大原因是以前呢 庫伯利克雄台灣市場攻擊 其實是有所謂的香港代理商 但是香港代理商去年前年的時候 好像因為不知道是疫情還是怎麼樣 忘記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今天我比較ㄎㄧ 我們剛剛去拍了這個順利新春的類似啤酒市集 就被灌了一波 但是我們就是秉持這個不論受到多大精神傷害還是要拍片 所以我這邊就ㄎㄧ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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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ˇ的 羽板在合理化 合理化 我們來個這個 酒後吐爭業 拉回來啦 所以庫伯利克雄就是很好的例就是什麼 一旦他損失這個 西為貴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大家對於他的購買率跟市場的 供給量 哪怕你再怎麼喜歡 他還是會吓得好 所以對於品牌的長線來說 所以對於品牌的長線來說 不是什麼好吃 我以庫伯利克雄為例 因為香港的這個代理商 就我所知是因為他 庫伯利克雄其實跟PVC一樣要預購 所以後來他變成 預購你付的錢之後對不對 他變成卡住然後貨一直不出 然後最後有一點點資金熔斷的狀態 然後再加上據我所知今年開始 庫伯利克雄在台灣也有所謂的台灣代理版 然後再加上日幣貶值 就我那時候認識一個 專門在玩預購庫伯利克雄的朋友 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最近玩這個新貨的根本就是傻比 就是這個玩那種二級市場 就是回收貨的 還賺的比我們多太多 因為你新貨就是拿在一個高價 那二級市場就是玩在一個 譬如說我們有某一個人退坑啊 我就去一次給他收回來再一支一支賣 二級市場適合賣有行無事的東西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一些娛樂過程 舉辦像現在大家常聽到的動動樂 或者是直播叫賣這種比較有娛樂向性的方式 就可以因為娛樂的關係 把他的市場價值稍微的成交率拉高 但也會因此而拉低了 這一支產品的市場 他整體的這個質感跟供給量 那庫伯利克雄下去之後誰上來 就是Molly Molly會上來的主因 其實也是因為他一開始的供給量沒有那麼大 再加上泡泡馬特初期其實是有做評伐的 後來變直營之後其實他鎖後鎖的蠻緊的 所以變成整體的市場供給量是比較有限的 所以你看帶出一個情況 我印象很深刻 一年多前有那個大支的拉布布 那種拉布布那時候一支我買三四千塊而已 放在自知音飯廠裡面抽大家其實也害了 然後最近這種拉布布 換個衣服而已然後改個眼睛 哇一支要飆到五六千塊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拉布布跟Molly夯起來的那個時候 其實他的價格也是往上 所以這個就跟先有機還是先膽的立場一樣 就是到底是 下格先上來才夯起來 還是先夯起來才價格起來 其實我覺得兩者是相輔相承 所以以一個老闆的角度來說呢 市場的供給量就可以去決定一個產品的價值 也就代表他後面產品的價值 然後對於我們老闆而言的話呢 整體來說其實是好的 所以以我對於這個自知店 大量零利 如果是以投資者的角度來說的話 我個人是非常樂見 因為其實自知一番賞 他的開店的入場能感很低 就是你看小到連那種白小攤位的也有在做 他可能隨便買個幾套預購的就可以搞 那比較大規模的可能就是弄一個店面 那再更大規模的可能 他店面五花八滿什麼都有 所以這種比較自知類型的店家 越多的時候其實產生一個狀態是什麼 就是有點像娃娃機當年 很多人其實會對等這件事情對不對 會像娃娃機當年 一樣他市場的覆蓋率很高 然後店面零利 就會造成新玩家的那個實體曝光是很多的 外行人看不懂 他覺得都是玩具店 所以可以讓玩具店這三個字成功 被推向中口浪間 所以整體的曝光度會往上拉 所以對於我們玩具經營者來說是好事 但是就會面臨下一個現象 就像我前面講 他入場的門檻很低 所以每一間店 他們的不管是財力啊 配套的方式 還有這個做生意 期望的獲利 跟新宿的部分不進來 所以呢 其實以一個老闆立場來說 你說自製一番賞店多 好事還是壞事 站在我的立場 我當然覺得絕對是好事 為什麼 因為我從踏入玩具圈開始 我就比較是從不一樣的方式去發展 雖然說自製的部分呢 我也是這個小有色略 但是以這個自媒體環境 跟現在說老闆的發展而言 我敢說我是花非常多的錢跟時間跟精力 完全是投資在預購跟正版 還有正統的玩具業這一塊 對 所以你會看新生代 其實很少人在搞預購 為什麼 因為預購的毛利是遠 預購還是有一定的基本盤是好賺的 它賺的是穩定 是 可是你在這個市場的深度會很深 我們認識的代理商 認識的廠商 認識的廠牌 我們的資訊量跟知識的濃度 是遠高於其他店家 所以呢 我們在這一塊領域裡面 我們講的是深度 所以你說自私一番賞店開拖好不好 當然好啊 因為他們等於是在幫我們做曝光 就像現在娃娃機已經有點泡沫化 我的店依然是很穩定的在生存 因為我當初在經營的時候 我就是不放租 完全是自已 所以我很大的時間都是 站在這個採購啊 機台難度跟做進出 向如何跟市場達成一個平衡這件事 所以我不擔心市場會不會泡沫化 我跟你講 我個人解釋泡沫化的方法是說 原本的水就這一杯 它的體積就是這樣 那你朝裡面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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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只要你一開始有信心 有決心 要當最後那一個 它這個泡泡反而會幫你做很多市場的引流 所以其實不能去否認的事情是 不論是娃娃機還是現在的自製一番賞店 確實因為它這個 而引進了非常多 那一些本來對動漫權卻步的人 所以冥冥之中 它也增加了整體市場的這個 相對於也會增加市場的成交量 以及市場的這個聲量 所以對於整個玩具產業來說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正向 因為今天就算玩具呢 並沒有產生這個自製一番賞 它是照傳統的方法去做 依然會發生那種 店家砍客人的預購 跑去賣糕 對不對 依然會發生各式各樣 屬於大家覺得 比較不同情理的事情 所以今天很多人往常會說 現在開很多預購店 以後就會有很多消費爭議 或是幹嘛 其實這是錯誤 因為當今天一間店 一天的客人就是100個 那假設這個客數率是1% 一天就是一個客數 可是當今天因為市場 中國發展 然後各式各樣的人進來 一天的顧客可能變成1萬個 或是一千個 那客數率還是1% 那是不是就變成 整個是十倍一百倍在跳 那就會給人家一種 好像都是因為你們這些店 在搞事情 實際上真的是嗎 應該是消費的母體數增大之後 難免就會因為人與人之間的期望 跟認知的落差 產生一些糾紛 所以我今天如果是站在商業的角度下 不論你是做這個預購傳統零售的店家 還是純幹這個自製 甚至是有一點比較偏娛樂這類型的店家 其實零利對我們來說都絕對是 100%的好處 因為呢市場會進入到極度白熱化的階段 大家都每天在那邊捕刀捕槍 那你的競爭力跟你能不能在市場存活 以及這個市場的發展速度都會比較快 我們就可以更快的結束勝負 那好的就好 賺的就賺 那亂搞的就早點去 所以整個市場就會快速的推進 對整個產業的發展是非常好 所以老闆的角度是這樣 那接著我們就進入這個 收藏家的這個角度 所以我們就要切換一下這個型號 好 有沒有 太中二了 沒有中二 原作寶科跟天力某是不是都拿這樣 所以回到這個專業的動漫仔 就知道他們兩隻都這樣雙齒的 OK 那我們現在輕易這個客人 有角度的立場對不對 今天呢 當一個市場的流量過度膨脹的時候 就會產生我們前面講的 你今天會有出現各式各樣目的性的店家 相對應呢 就會培育出各式各樣目的性的玩家 那在這個資訊的交流上面 難免就會有摩擦 你看喔在以前啊 光是這個漫畫檔跟動畫檔 難免在劇情的討論上面 是不是就會有摩擦了 像那個時候鬼滅就很大的摩擦 初期漫畫檔就會告訴你 鬼滅就是一部差一點點被腰斬的作品 動畫檔就覺得 我聽你媽很爛 那個哇 那個哇那個血鬼速度有沒有 那個大哥沒有速音 對不對 你跟我講什麼被腰斬 才你罵 所以呢相對應店家的立場呢 因為各式各樣不同目的性 以及我們前面講的這個專業知識 不一樣的店家 進場的時候 就會讓我們這些真愛膽 不小心呢 被傷害 今天我們看這間店 哇 哇這個裝潢很漂亮 我就走進去 結果不小心發現 哇原來這間店是 比較偏銀利或是娛樂導向 我就想說 欸奇怪 那一隻一番賞公仔 我們零售 或者是抽的話才多少錢 因為你那市場炒高之後 你就在那邊把它那種配率很差 很貴一臭價格在那邊抽 你就會有一種 我的愛 我的愛 被市場當股票 被代幣化的那種感覺 結果每個人都在告訴我 這邊值多少 那邊值多少 覺得很不舒服 好像被吃豆腐 所以會不會影響到收藏家本身 對於一個產品的熱愛程度 絕對會 第一是他沒有辦法 用心愛的價格入手 第二是他甚至會覺得說 欸其實有點膨脹過頭了 譬如說天使悟空 他可能更prefer 去搜一些其他的悟空 我覺得哇那一隻被炒成這樣 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你說對於整個 純收藏家的玩家角度來說的話 因為你原本是在一個 比較相對同溫層 或是他的市場多樣性 沒那麼大的環境 所以你很容易跟你的同好之間 達成一個合理的平衡跟協調 但如今你的價值觀會受到很多衝擊 你就會開始覺得 欸我喜歡動漫這條路 看似他變寬闊 但他進場的人也變多 所以在這個走路的過程中 就會東碰撞西碰撞 所以其實這個社會呢 我認為最棒的一個和諧方式就是 欸我們尊重不一樣的人 可是我們不要被他影響 我們不會改變 所以至今我的態度都不變了 GK我還是覺得很棒 曹王我也覺得很棒 但他就不是這一路的 不一樣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今天你如果要去檢視 要去仇視跟你不一樣收藏理由的東西 只是片面的覺得 你收的東西跟我不一樣 你就馬上去劃分他的界線的話 那我告訴你 你在走這一條越來越寬廣的道路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愛難心 你都市要發展的人一定會越來越多 交通就會越來越亂 可是你一樣可以享受到更蓬勃 更多樣化的內容 所以你看現在玩具有各式各樣 甚至還有各種聯名什麼的對不對 那這是不是好事 這是好事 那壞事是什麼 就像我講會各式各樣冷靜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會很討厭跟風掌 可是某種程度來說 我有時候會去思考說 是不是也代表我們關注的那個人 他終於成功了 難道你是怪獸八號的作者 或是你是鳥三明老師 你不會希望你的作品 讓更多人知道嗎 會吧這都是創作的原動力 所以當他的市場價格提高 不論是因為黃牛 還是因為店家 還是因為跟風掌 他都是在幫助你所喜愛的作者 達成他最初所想到的東西 當然很多人會抨擊這件事情說 我是那獲利又不是鳥三明老師 可能是版權沙 可能是什麼之類的 可是我認為這個立場上 如果回到創作的角度來說 是不是就增加了他的曝光度 有更多的人在討論他 有更多的人在緬懷他 有更多的人在知道或是紀念他的作品 所以我對於這種商品的角度 我都是覺得說 這就是一個市場不可避免的發展方向 但只要你是抱持著這種寬容的心 擁抱這一條康莊大道 學會在這個人擠人跟摩擦之間 多一分理想 多一分這種互相體諒 互相了解 是不是整個市場就會越來越好 是不是有時候我們出去人擠人的時候 欸 覺得旁邊的那個很厭惡 或是你也可以跟他聊說 欸 哇 這是不是太依人了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玩起來就更有樂趣 所以我個人其實會特別拉今天這條話題出來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失望 就原本以為JD會講很多自製的內幕啊 商業內容對不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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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其實 要講可以 自製還有什麼商業的內容 我們可以簡單的快速講一下 那我刀先拿回來 就是自製的這個商業角度是這樣 因為玩具這個東西你很明白一件事情是說 它跟股票很像 會漲的就是漲的 不會疊 會疊的就是給他去XX 對 一模一樣 對對對 所以當今天這個東西已經漲的時候呢 你用零買零賣它的毛利跟價差是固定的 所以今天呢 用自製一翻賞 或是用娛樂的過程去包裝的時候呢 是因為當它會長代表你的持有數不會多 對 所以你應該是期望更高獲利的方式去做出鏡 對 所以你很難用一個單一價格去做販售 譬如說寶科的刀我們賣999 信不信會有人在頻道前面看 覺得說 哇草絕地好削 我們一支400的東西賺400 不是嘛 我們預購100支景品可能才出這一支啊 其他可能都只賺40 30這樣 對不對 可是我們店家的立場 零買零賣就是會這樣 如果我記得寶科的刀用自製一板去抽的 有人20塊抽中啊 有人2000塊抽不中啊 我們的獲利是最大化的 我們用一個娛樂的過程中 說實際的話自製一翻賞的配率你去計算 莊家銀居多嘛 那你也不要覺得莊家很盤 因為莊家還要負擔倉儲成本 採購成本 進貨成本 人事成本 跟那些一大堆阿裂阿炸的市場風險 所以如果以上業角度來看的話 自製這種東西 確實是可以照著市場起伏 最大化他的收益 如果今天這個東西超級夯 那他有可能曝光量抽數什麼就會變多 因為會抽的消費者 他的心態也是覺得 鷹杯要一抽入盒或五抽入盒 那店家一定是 我希望你都不要中 對吧 所以你用這樣的方式去包裝 比起你臨買臨賣是不是 獲利是最大化的 你臨買臨賣你叫十支 你如果沒賣完 你後面是不是會掉這樣 可是你如果是用抽礦的方式去做 沒人抽的時候 你頂多就降低抽數當小賞就好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在他最好的時候 磨蹭完他色的光陰了 有出你也賺了嘛對不對 假設沒出缺爛了吧 所以為什麼會變成這種模式 原因是第一你看 像我們上一支影片談 市場的速度變超級快 所以能夠激起一般人很容易進場 他一個三四千的東西 你花個兩三百玩個幾抽 是不是也有 跟他互動的感覺 就可以享受到他的樂趣 有種種沒種算 就好玩了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臨買臨賣的話 是不是變成說 你要對這個產品 對這個東西有很真摯的情感 又要有很專業的知識內容 然後你拿到之後 才可以在那邊吸氣 哇你看這邊這個特效 這個透光 對不對 這個顏色 這個面雕對不對 可是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啊 所以這就是造成這個自製產業 非常盛行的 又商業上的狀態 所以影片聊到這邊 大家應該就知道說 我對於這個自製產業的看法 簡而言之呢 就是我是非常支持這樣的產業發展 但是我只支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店家 所以你看我的頻道 永遠兩件事情 店家就是拜托負起責任 出事我就提爆了 那玩家的話就是盡可能 排那百川一點吧 因為這樣市場才會越來越好 那市場越好 市場越有錢 才有可能 退出更多不一樣的產品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的心態 就是盡可能的 以自己有樂趣的狀況 享受玩玩具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也是希望透過這樣的閒聊 讓大家更了解整個產業的發展模式 跟未來的方向 還有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那以上也都是小弟 在這個動漫生涯裡面的一些前見 不敢說是最專業 但也希望就是可以 傳遞一些正確的聲音出去 那也希望未來如果大家 對於我們有些什麼看法 我們可以下面做一個良性的交流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想看的內容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6.6劇情也可以 我對很多動漫劇情 也有自己的見解 說不定會有人很到急說 欸劇地劇地 你看了那麼多動畫對不對 為什麼你那麼喜歡鋼之劇 就是喜歡到把它吃在手上 是不是 改天我們就可以聊一集 好 所以如果喜歡我們這類型的這種 談話企劃 歡迎在下面按照對方 必須有什麼看法 也歡迎在下面跟我們做一個 良性的交流 我們是本老的Jerry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